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今天要講一宗娛樂圈 關於TVB的主持 涉嫌爭女打交被捕 停工等候發落 那個是主持東張西望的潘子豐 高登仔粥少看東張西望的 老實說我都不知道誰是潘子豐 不過報道是這樣說出來 我就告訴大家 報道說 繼去年陽明涉及飲醉嫁後 有一無線藍米人惹上官非 有傳 東張西望主持潘子豐 涉嫌爭女打交被捕 立即被無線停了主持工作 連參院的劇集都被換走了 即是不讓他去做了 這件事被無線助理總經理樂易寧作出回應時 表示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無可奉告 根據報道 之前突然傳速 東張西望主持潘子豐 突然被全部殺停工作 有傳他和圈外女友的前度 發生肢體碰撞 而被捕 即是說 他 一個女友 是圈外人的 這個女友的前度男友 前度男友 不知什麼事 就和潘先生 有肢體碰撞 報道這樣說 但被捕被捕 而8月12日 本來他要為東張西望 擔任主持 但最終無線 換了朱凱亭頂替 至於潘子豐有份參演的新劇 隱形戰隊 據知 事發後 劇組 已經被通知要轉了人 找其他演員代替的角色 嘩 還要重拍之前的戲份 沒有了 如果要重拍戲份 即是說他要什麼 即是不會再用 基本上 如果照看那個報道 我看回他的相片 也挺帥的 而且也很健碩 很健碩 很健碩 報道也會訪問 諾亭玲 對於潘子豐 涉嫌打架被停的工作 無線助理總經理 諾亭玲 接受訪問時 坦然 節目和劇集 已經安排其他同事 代替他 嘩 即是沒有了 沒有行 但由於事件進入司法程序 故 潘子豐發了什麼事 內液玲 不便作回應 原來 說回潘子豐 近年最主要是 主持無線的東張西望 亦有份參與都姐有問題 而且早前 他參加無線的明星運動會 有打出表現 先學參加多個項目 包括拳擊 拳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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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不是很快 借高登仔 都會跑到 對嗎 報導 亦有訪問 東張西望的拍檔 訪問陳欣廷 說 他沒有聽過 潘子豐犯法的事 之前一直做奧運 沒有聯絡 至於另一個拍檔 李玉芳 說 和潘子豐甚少聯絡 希望他沒事吧 據知當事人潘子豐 已經潛水多日 身邊的好友聯絡 不能拿到他 唉 其實感情事 就感情了 即是無謂動手動腳 我自己高登仔 就認為 你感情事 有時候解決不了 就放下 即是無謂搞到 有一些事情 動手動腳 那就麻煩了 希望大家沒事吧 希望這件事 就叫做 最後什麼都沒事 那就 開心心過活 大家繼續支持我高登仔的事 多謝